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大家觉得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 然后点击小铃铛 每次都会收到我的视频提醒 今天Simon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是一个位于多伦多Downtown Church跟Dundas交界的一个召集公寓 售价是899,000 面积是1000尺 它的地址是155号Dell Housing Penhouse 17 这是Simon独家代理的一个物业 现在我们大家身后看到这就是 Yang跟Dundas的Aura condo 而且楼下就是它的Wireson University的校园 和学生宿舍 所以说在这个Downtown的核心位置 拥有一个这么好的公寓 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 而且最难得的话 这个公寓它有一个顶层的 私家天台花园 这个花园的尺寸大概是 大概700到800尺吧 所以说大家可以随着信头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在夏天利于大家 social可以叫朋友过来来家里 barbecue 喝酒聊天 是一个非常好的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social的一个空间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上面说完了 就去带大家看一看房子 因为它是一个服饰的结构 这栋楼呢 以前是前身是 加拿大Sears 那个百货公司的一个仓库 它这是一个服饰结构 然后一楼这个楼下 是作为这个生活的空间 然后二楼呢 它是那个天台花园 这边一进门是走廊 左边是这个洗手间 淋浴啊 都在这边 然后它的洗衣机干衣机 是放在这个closet里面的 这个closet另外一边呢 还有非常大的储存空间 从这种打开啊 让大家看一看 对 还放了很多衣服啊 和杂物 然后这个房子 它是带有locker的 这个是它的卧室 卧室呢 是一个开放式的设计 它的隔断是通过这个 石墓的推拉门来实现 当您晚上休息的时候 想跟这个空间隔开 把推拉门拉上去就OK了 白天如果您想采光 要人够的话 就把这个门打开 在这个楼梯下面呢 它还有一个 storage 也是相当于一个closet吧 里面也放了不少东西 好 大家随我来 这是走廊的其中另外一个小的空间 这边是作为一个dent 可以在这里工作和学习 再下来是这个客厅跟餐厅还有厨房 它都是一个open的区域了 因为这栋楼的前身呢 是SEARS百货公司的一个仓库 所以它当年的仓库设计的层高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高度达到了将近在11尺左右 而且屋主在他三年前三四年前买入的时候呢 他做了一个大量的装修跟升级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橱柜啊 是这个钢琴漆 high gloss的橱柜 然后台面是port的countertop 然后所有的电器都是嵌入式的欧洲的这个品牌家电 这边呢 业主是因为一位爱好摄影的人士 他把这个做成了自己的一个照片墙 然后放了一些书柜在这都是关于摄影的 一个非常有艺术氛围的家庭 好 再过来看看这边它的这个这个大楼每一户 它都是通了煤气的 因为现在的condo大家不是经常见到煤气管道通到家里 因为这个是一个煤气的壁炉 在冬天打开圣诞节非常有节日的气息啊 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155号Dellhouse 10 House 17 这个房子现在的叫价呢是八十九万九 是Simon 独家代理的一个物业 它的位置就是位于Dundas跟Church 后面就是Wires University 如果大家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 请尽快跟我联系 有什么问题我或者在下面给大家回复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location 走到地点赞呢不需要十分钟 而且有大量优质的租客在周围的区域 所以说如果您是想自住或者投资 都是非常适合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个视频将给大家介绍 在看Custom Build 私人定制豪宅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哪几点 谢谢收看 记得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带给大家最新的多人多房地产资讯 我是Simon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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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